盧秀苑團隊直播海陸大餐 是什麼呢 是什麼呢 是這個 因為他指控林家隆 磅頭請人 匯犬 但是這個還製作林家隆的商品 他說這個痠到這樣是沒人性 網友說這已經是沒有人性了 這不僅不吉利 而且是在秀下線 我說得難聽 你不看得出雙 你也知道出雙生這樣 你一個人頭 你拿一個商品這樣放 你問什麼意思 那些年輕人有這樣拿嗎 有這樣拿 拿這樣沒有 這已經很清楚了 你就在找人死 就是選舉這種東西 你覺得他有會選 就剛剛文傑議員講的 你就在那邊看 你有政府 你告訴你多少政府做多少事 我不管怎樣 只要看到這個畫面 可以舉證 不可以詛咒啦 大家你看這個外面 你敢不敢輸 今天你的商品 你的情人 你會放在這裡 就問你對台灣人來說 你看感覺如何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完全是失敗的選舉操作 這有些人真的不知道 一直在想 本來盧秀燕選情還說不錯 就是說看民調還一直說什麼 我跟你講你民調再怎麼好 你這個動作出來 我跟你講人心會看 這台灣人選舉選到 把人家做這種動作 我覺得這個對這些 就是我之前說他們玩火玩過頭 你們這些年輕人在做這些指控過程 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你們把他擺成這個樣子 你真的就是 就是看起來就是像祭拜 這沒有什麼好談 觀感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嗎 我覺得我看了我也覺得觀感非常不好 那當然他們事後也有在解釋說是因為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沒什麼好解釋的 就是說你既然有出現這個畫面這樣出來 給人家有這麼觀感極度不好的想法 為什麼這個觀感不好 就是好像詛咒人家死 那我就覺得盧秀燕就為了這個年輕人當初的作為不是這樣 卻他們有所述失導致於這樣的現象 出來鞠躬道歉 就道歉就好啦 就你把原始的所有的那個有沒有 一開始是什麼弄弄弄弄弄到這邊 會變成這樣子 讓大家看了相片極度觀感不好 就道歉嘛 那原始用意不是這樣 你出來解釋道歉嘛 否則說實話 那個相片一直傳下去 說實話 那個我覺得對 尤其是縣區那些鄉下地區 那個相片 我覺得觀感會非常不好 因為我們鞠躯有一條線嘛 鞠躯不可以超過人生那條線嘛 那個會影響到選情 我覺得會影響到選情 因為你越往南部裡面走的時候 越往那個鄉下地下走的話 看到這個畫面 我相信大家一定罵得要死 這是你給人家酒餐吧 對 我覺得這一定會被罵得要死 但是雖然你原始的用意 只是要凸顯那個餐有多少 多少當時他坐在哪裡 那對不起 你給人家看到的 不過他達到效果了喔 沒有 達到的效果 是負面的 因為你這張相片出去的時候 就是一個負面的 負面的一個效果 你後面什麼團隊在那邊解釋 避免誤解說原本是怎麼樣 那都沒有意義了 因為這張相片就已經讓人家看到 就是極度觀感不好 其實台中這個選舉 打到最後 其實誰犯錯 誰可能就會被拉開距離 那現在就是林佳龍領先 但他又拉不開距離 然後不表態率又高達三成五四成 包括林佳龍陣營自己去分行政區做 就一區一區做幾百份幾百份這樣做下來 還是有三成五到四成不表態 那換言之是什麼 那不表態的情形之下 那這個選舉 誰贏誰個五六趴都已經不是很重要 因為當有三成五四成不表態的時候 其實所有的民調大概就參考 因為只好到十一月二十四號 看那些不表態的怎麼表態 那當然盧秀燕 可能那個委員有去幫忙 那盧秀燕 其實盧秀燕很簡單 他大概市區會稍微領先一點點 你看他那個立委 他在他的選區 反正他只要出來選 就四萬票起跳 他那個可以非常穩定 但是他縣區 他縣區裡面的問題 主要豐原 烏日 太平 大理 這幾個地區是民進黨的優勢區 他在強攻這一些區 他也在強攻這一些地區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正直到了